哈喽大家好我是依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夜成名 很多人呢觉得我们拿了奥运冠军以后 就是一夜成名了 但是可能项目不同吧 特别是我们女孩子体操16岁吧 当年年龄很小 然后对于我来说没有特别的感觉 只有在我们分数一出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冠军 会想哇塞我从五六岁开始练体操 到今天我完成了我的梦想 后来我妈跟我讲过很多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我们村附近的一个菜市场吧 开了个超市 然后当时条件比较贫困 然后区队还是市队有派人过来装电视啊 大家一起不知道有没有全村人啊 观摩我们决赛的现场啊 然后在一个露天的环境 很多人啊新闻也能找到照片 然后我妹妹也在 就是大家拿着棒给我加油 还有人说一些成名 有没有说上街会有影响啊 或者要像明星一样戴口罩戴眼镜 在那个年代 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就有一次啊 而且我们管的严 我们马上比完赛也没有放假 投诉一下我们教练 投诉一下我们教练 以前他们是减体重啊 因为我不用减体重 但是别的队员师姐们 忍一忍比完奥运会 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好比完赛我们又回到起早玩 又要继续练 又要开始准备下一个赛季 下一场比赛的训练 所以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夜成名的感觉 然后有一次去西单逛街的时候 跟我的队友朋友们逛街 我就看到对面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年龄的朋友 同学小朋友我也不知道 他就隔了一百米五十米吧 他说鸭鸭鸭 我给我吓的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路上被认出来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 我掉的头跟我队友我们俩都冲 然后我们就感觉他也在追 然后我们就在西单玩了一活躲猫猫 就没有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待你是奥运冠军 然后一夜成名这件事情 我觉得成为奥运冠军以后 你需要更加的谦虚更加的谨慎去发言吧 因为很多时候你是自带光环的 我觉得我还是跟之前一样 说的同样一句话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 我可能就是骄傲了 我可能就是眼睛挡到天上了 就不注意了 所以说如果成名了 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的谦虚谨慎 然后待人接物一定要诚恳一点 然后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时代 选秀时代有太多太多的人 抖音这个自媒体时代 很多人一夜成名 就是希望大家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你是有内容有内在的 然后能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不要被这个社会带偏了 不要随波逐流 在达到国外的时候 那妈妈是当时自私给调别的方式 后面才给她 回到奥运村里面才给的电话吧 因为一个是对你庆祝 然后走在采访区 走完采访区一系列尿捷 对还有尿捷 然后迈回到奥运村 因为我父母是一直都 特别怕他们打扰到我的训练 从我上国家队被站那什么的 他们都很少打电话 偶尔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情况 就很怕打扰到我的训练 或者影响我的情绪 或者说加太多他们的想法 在我身上我会有压力 那当你回到宿舍之后 家里打电话 家里的人不忘了 还是你有没有 没有 我已经在赛场上 六个人就我哭得跟鬼一样 然后回去训练 还被教练骂 我的朋友听我打电话 你的队员哭得最臭 然后就那会儿已经是哭得最激动 然后第三名的努玛尼亚的队员 还一直跟他们说 哎呀你已经很棒了 不要哭怎么怎么的 大家都用英语这么说 然后在家里回到宿舍 更多的是喜悦的分享啊 就比较简单的带过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时期 跟父母的接触很少 更多的是通过通话